女人已经死了五年 却一直无人为其下葬 而且诡异的是 一到半夜十二点 屋子里总会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 今晚恰好湖南二人再次过夜 结果那个影子却走进了一项里面 等湖南再睁开眼时 刚才破旧不堪的房间 一瞬间就变得整整齐齐 她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她死了五年的姥姥竟然出现在她身边 湖南询问姥姥黄胖子去了哪里 可姥姥却说从来就没看见过这个人 湖南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 尤其是桌子上的猪头特别的甚人 然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当她推开房门以后 才发现昨天看到的村庄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片野村 据姥姥所说 五年前阴阳岭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全村人都因此而送命 只有姥姥一人活了下来 此时的湖南好像也想起了那段记忆 在记忆里她竟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此时的姥姥突然紧闭了房门 并叮嘱湖南 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将房门打开 随后姥姥便上楼准备休息 然而此时的湖南更加的困惑 眼前的姥姥如果真的还活着 那院子里的棺材装的又是谁呢 为了找到真相 湖南再次打开了房门 她准备打开那口棺材一探究竟 可她才刚刚下楼 姥姥的那口棺材就自己打开了棺材 湖南吓得赶紧往房间里跑 然而当她再次关闭房门的瞬间 房间里又变成了最初的模样 她清晰地看到墙上挂着姥姥的遗像 那么刚才看到的姥姥又是谁呢 就在她还在困惑之时 屋外传来了黄胖子的敲门声 胖子 湖南刚想给胖子去打开房门 身后就传来了姥姥的声音 她叮嘱湖南千万不要打开房门 可此时的湖南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相信谁 卡拉 我心里把门风看 万年喊你的是什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